蕭先生,你講講今天的詩詞,是柳榮,是嗎? 柳榮,這首就是一個很好的示範, 就是這一種的,就是顯示出宋詞的特色,就是這樣, 就是整首寫什麼呢? 詩我們是見過的,其實這些,就是這個, 歸宗少婦不知仇,春日盈莊,上翠樓, 不見蜜頭陽柳色灰膠,呼勢蜜蜂喉, 就是這個意境是完全一樣, 詩寫出來就變成這樣,是嗎? 詩寫出來是怎樣呢? 這個就是很有特色,就是宋詞的特色, 定風波的柳榮, 自春來,慘綠愁紅,芳心事事可可, 日上花梢,鵬村柳大,由額鄉襟餓, 暖蘇燒,利雲朵, 終日艷艷,眷疏果,無懦恨薄情一去,陰書無過, 早知任莫,悔當初,不把彪安鎖, 向雞昌,指予萬盞帳館,驅足教淫貨, 陣相取,莫拋躲,針善閒尖半矣座,和我, 面使年少光陰虛過。 真是宋詞才會寫出來, 我剛才講過,唐詩的感覺是怎樣呢? 這個,如果是再早一點的古詩又不是, 與君相別離,相去十如離,國在天一崖, 即是他寫出來就變成這樣, 宋詞是怎樣呢? 你會見到他是細緻很多, 反覆細緻, 和描寫得細緻, 生動, 柳永這首詩是用那個女仔的主觀角度來寫, 自春來慘綠愁紅, 春天是很熱鬧的,樹葉是綠色, 花是紅色, 但在他的主觀角度來看, 綠是橙的,紅是愁的, 為甚麼呢? 因為他不開心, 連綠色和紅色都覺得是不開心的, 一進來就已經設定了這個風情, 慘綠愁紅, 方心事事可可, 心肯定是不知怎麽好, 對什麽事都提不起精神, 坐著又不是站著又不是, 方心事事可可, 無端端等到日上花燒, 日頭已經上到花的尖那裏, 鷹穿樓大, 黃鷹在樓大穿梭, 即是說,都是接近中午的時間, 油壓香襟餓, 繼續在睡覺, 都不肯起床, 為甚麼呢? 暖酥燒, 其實是塗上面的粉, 因為昨晚塗了那些粉, 沒有下妝, 溶了一半, 嘩, 他沒有臭樣子, 是的, 他是寫過殘妝的短戒, 即是這樣, 利云朵, 利云是頭髮, 頭髮因為睡了一晚, 散開了, 化妝落到一半, 頭髮散開了, 終日艷艷, 眷梳果, 終日都提不起精神, 梳頭,化妝都沒有心機, 所以才會弄成這樣, 這些是很口語的, 所以說是柳永姐, 無諾, 沒有東西的, 這個是很江南地方的畫師, 這些是阿農遠語的聲音, 無諾, 為甚麼會弄成這樣? 恨薄情一去, 你這個薄情郎, 一去了, 陰書無過, 是沒有消息, 這個人一走了, 就是這樣, 搞到我這樣, 早知任翁, 悔當初, 不把刁安索, 如果我早知是這樣, 為甚麼我當初不鎖上馬鞍, 不讓他離開呢? 為甚麼我沒有收到那條車匙呢? 早知是這樣, 我收到那個契弟的車匙, 收到機場了,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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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了, 後面那幾句的解法, 就是我和這麼久的主席家都不同的, 其實是, 向雞昌指予萬盞帳館, 驅速教淫貨, 雞昌就是書房的窗, 遞那些萬盞, 就是那些紙和筆, 驅速教淫貨, 管住他在那裡, 叫他勤力讀書, 這裏一般的, 有些, 其實我們那些注釋真的很頑皮, 講到不清不楚的, 其實就是這樣, 但是多數, 連這個解釋都沒有, 如果有解釋, 他就說, 這個是代表了這個, 理想的生活, 我不明白理想的生活, 為甚麼要逼那個人讀書, 就是這樣, 你明白嗎, 逼那個男朋友讀書, 為甚麼要逼那個老公讀書呢, 就是這樣, 不是, 我覺得這個是兩件事, 悔當初不把刁安所, 悔當初向雞昌, 指宇萬棧帳館, 驅速教淫貨, 兩件事當初都不應該做, 是逼他讀書, 因為逼他讀書之後的結果, 他就去考功名, 這個是一個讀書人, 這個不是做生意, 他去別處的理由, 因為去悔交夫勢, 密封喉, 是嗎, 而是我不需要力的向上做甚麼呢, 管束著他, 是要他讀書, 要他讀書之後, 他就離開了你, 其實人質不是要求這些事, 我不需要求功名, 我要一個普通幸福的生活, 震相隨, 全日都是跟著, 只要大家互相黏住, 莫拋躲, 千萬不要離開我, 針線閒尖叛耳狀, 我拿著針線在那裡, 陪著他坐, 我就覺得很開心, 不用他發達呢, 是不需要他發達的, 不需要他向上的, 和我面使年少, 光陰虛過, 這樣就是那些青春, 這樣來到兩情相悅中, 就是最好, 這完全是用女生第一身的角度去寫, 和很細緻, 就是描寫的東西, 震相隨,莫相躲, 針線閒尖叛耳座, 這是一個很出名的故事, 就是第一次他已經考不到之後, 人宗就說他隱章浮明, 換作鐵針低障, 一見到柳三便的名字, 然後就解釋他出來, 他就去見這個, 叫他是不是作詞的柳三便, 叫他繼續去作詞, 浮在名單裡取回他出來, 那次已經很嚴重, 於是他就去見雅柱, 我已經講過一次, 雅柱問, 你是不是就是作曲柳三便, 他就說, 我聽他的相公, 你也是作曲柳三便, 這東西白口不修, 你現在抖我說我作詞, 你夠作詞, 抖回那個是成相, 這當然是嚴重, 鑫柱就說, 我是會作詞, 但我不會穿一些, 針線閒尖叛耳載, 這些東西, 不然是女人才會寫, 你知道嗎? 蕭先生, 你這個詞, 你會不會解讀成為, 柳榮去justify他自己, 考不到公明這一生的狀況呢? 我覺得, 不需要拿這些陳意, 就是說, 柳榮, 是去到柳榮, 才這麼生活的, 你明白嗎? 就是這麼細緻的, 對於民間的人那個, 就是思想, 就是寫得這麼好的, 我們不需要追求他那個, 裡面的所謂的微言大義, 其實你們這樣看下去, 就是已經是, 還有我剛才說的, 古詩也是這樣, 這個唐詩給你的味道也是這樣, 宋詩給你的味道也是這樣, 是很, 很截然不同的, 很清楚的, 其實是, 好, 節目的林基祥前, 就問蕭先生一個問題, 我們中學讀書的時候, 就說, 每個時代, 都有他代表的一個文學的類型, 唐朝有詩, 宋詩, 宋詩有詩, 原代有曲, 明朝應該有小說, 是不是真的這樣? 明清小說,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, 為什麼會這樣呢? 王國維人間詞話, 就說, 其中一種文學體材, 發展到盡了之後, 他後面的人發現, 很難超越他, 於是就走向第二種文學, 就是這樣, 嗯,